好,同学们,我们这里做一下心算 我先出一下几道题 这些题都很简单,因为它在十以内 第一题,四是三加三十 三零小于十,四三也小于十 所以我们直接放上写,从后面开始加 三加零还等于三,四加三等于七 所以等于七十三,这道题很简单 第一题,第二题,六十七加二十 所以这两个题都是没有进位 七加零还等于七,六加二等于八 没有超过十,不需要进位 所以我们直接写 零加七等于七 二加六等于八 很简单 第三题,八十五加五十 我们直接算可以算出来 五加零等于五 八加五 五加八 八加五 八加五等于十三 我们这个可以算出来 另一种方法,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算出来 八十五是不是等于五十 加三十五 对不对 我们知道五十和五十能够配成一百 所以呢,就等于 我们现在就是这一部分起作用 对不对 五十加五十是一百 再加三十五 等于一百三十五 两种方法都可以算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八加五 如果你要是再数手指头的话 手指头不够了 恐怕要把鞋脱下来 梳脚丶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梳脚丶 我们直接来这样算 好,下一题 七十二加五 这个都是在十之内 所以七十七 三十三加七 三十三加七 三加七等于十进一位 三加一等于四 对不对 好 F F 六十四加八 这个呢 我们可以这样分开 六十四加八 是不是等于六十 六十二加二加八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呢 是二加八等于十 对不对 这个十再进到一 所以六加一等于七十二 对不对 这样我们慢慢越算越熟 现在看起来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慢慢越算就越熟了 这个都不需要进位 六加三 六加三等于九 三加二等于五 直接写 因为不需要进位 二十七加三十五 七加五已经超过十 十个手指头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怎么算呢 是二十五加二再加三十五 二十五加三十五 这个还可以再分 你算成二十加五 对不对 二十加五 加二 加三十五 三十五加五 是不是四十 四十再加二十 六十 所以最后等于六十二 杨老师这样一步一步 给你分开来算 是为了让你算得更清楚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很棒 时间做长的就不需要了 五十五加二十六 等于什么呢 等于五十五加二十五 再加一 等于五加五等于零 二加 二加五等于七 七再进上一位 等于八再加上一 所以等于八十一 八十八十一 八十一 我们现在看起来 这道题算起来 好像是这么长 但是真正心算的方法 就是为了把数变成最小 看起来很复杂 实际上做起来很简单 五十八加十六 可以变成五十八加十二加四 所以等于零二加 一加五等于六 六再加上进了一位 所以等于七加四 等于七十四 对不对 这样我们越算就越快了 现在我们再算一样 三十九加八 是不是可以等于四十减一 再加八 对不对 四十加八等于四十八 减一等于四十七 这样分开来算 五十八加三 五十八加三十四 你可以算成五十六十减二加三十四 也可以这样算 对不对 六十加三十四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九十四 再减去二 最后等于九十二 对不对 这样就算 就可以算出来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算得很快 五十六加六十五 五加一等于零 五加五等于零 进一位 四加六等于十 十一 我是故意把它算成横式 没有算成数式 待会我们用数式一算 就很简单 三加八等于十一 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五等于七 如果我们要算成数式 就很简单了 加上十八 三加八等于十一 五加一等于六 再加一 六加一等于七 对不对 二十六加四十九 我们用数式来算 加四十九 六加九等于十五 二加四等于六 六加一等于七 七十五 对不对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算 算出来这些 这些大于五 加起来超过十的这些数 最后是多少 你一倍下来 以后慢慢就好算 再做一答题 四十八加十七 八加七等于五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等于十五 已经知道 四加一 再加一 六十五 好 我们现在再算一下 减法的题 还有这一道题 我们看看怎么做 四十八加九十九 四十八加九十九 这个九十九 如果要这样加的话 可能加起来很费力 八加九等于七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算 是不是等于四十八 加上一百 减一 九十九 是不是等于一百减一 对不对 所以呢就等于一百四十八 再减一 等于一百四十七 这样算就简单一点 把大的数变成小的数 一百六十七 减九十七 这个算起来就很简单 因为也可以这样算 可以直接算 也可以分开来算 等于一百六十七 减去一百 再加上三 对不对 因为七九十七 比一百还要少三个 你减去了一百个 然后就要再加上三个 给它补回来 所以等于六十七 再加上三 等于七十 很多种方法都能够得出同样的答案 对不对 嗯 我们还要不要再算一道题 五十 五百六十 加上九十五 可不可以这样算 等于五百六十 加上一百减五 对不对 等于五百 等于六百六十减去五 六百六十再减去五就好 算多了 对不对 就等于五百 五百五十 错了错了 等于六百五十 对不对 六百五十减去九十五 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六百五十减去一百 再加上五 等于五百五十 加上五 等于五百五十五 等于五百五十 等于五百五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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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